回到原始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美国财政部前天是宣布 美钞改款设计 20元的纸钞是正面将采用 19世纪反奴隶女性领袖 塔布曼的肖像 而这是美国史上首次有非裔人士 也是100年来首次有女性 登上纸钞正面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·路表示 塔布曼是以领导能力 和助人事迹脱颖而出 而这是美国民主故事的本质 讲述一个奴隶出身 从未学习阅读写字的人 如何改变历史 而塔布曼是生于1820年 马里兰州的黑奴出身 自幼是备受虐待 那么直到了29岁 逃离奴主的控制 后来是成立地下铁路组织 帮黑奴来脱逃 而塔布曼肖像登上20元的美钞 各界乐观其成 那么这个新美钞 也预定是在2020年问世发行